18点55分,上稿19点35分,更新。 记者杨京城台南报道,台铁3201车次区监车在今晚近6点南向行津新营火车站南平交道时, 撞上一命一刺穿越平交道的女子消防救护人员到场时, 女子无呼吸心跳,送柳营及美医院抢救人不幸宣告不治。 3201次市嘉义大林开往屏东的区监车, 17点52分在新营站东正线南端新营南方平交道撞到女子, 伤者倒在西正线等待119送一,经铁路警方处理后于18点16分放行, 同时将伤者送一,恢复双线正常行车, 3201次到林凤银晚34分,影响四列81分, 约2700人。 经查被撞的女子为24岁张姓女子是嘉义县人, 至于事故原因,新营铁路派出所调查离清中。 台铁新营火车站站长郭启锐提醒, 人车行经平交道时,若听到警铃响起就应等听火车经过, 一般警铃响起后6到8秒会放下栅栏, 如果听到警铃就应停止穿越平交道, 如果来不及而被关在栅栏内, 也应该撞断栅栏先逃命, 人命重要。